在西湾路三段因为有一段水沟排水不良 所以在去年做了改善并且道路也进行重铺 只是路才铺了半年 现在柏油路面出现了塌陷严重军裂 甚至隆起有10公分高 就有民众骑车摔伤 所以在接获成情之后 12号上游一元抓临服务处也前往关心 也反映市府尽快改善路基重铺道路 明明才铺了半年的柏油路面 现在却军裂严重裂缝好大 这里是西湾路三段 之前因为这一段的水沟越来越窄 甚至成了小细缝排水不良 市府才会重新试做排水沟 并且重铺了这一段的道路 谁知才铺没多久就成了眼前的模样 因为地基塌陷 再加上大车重压变形 整个容器至少有10公分高 因为这个水沟完工之后 我发现到它那个柏油路面 有损坏掉 那这个对一些用路人 比方说脚踏车或者是机车 经过这边的话非常的危险 发生过骑脚踏车的那个车友 车队骑到这边的时候 都不小心滑倒 造成擦伤 做这条水沟的时候 因为他们的地基他们没有垫那个垫好 所以整个柏油铺上去以后 重车压下去以后整个都塌陷 这可以证明他的工程品质是很不好的 所以我再找他们要重新他们再来铺过 在接获成情后12号上午 议员抓领服务处也前往关心 才铺了半年的柏油路面 现在路基塌陷造成路面浓起 危急行车安全 直批施工品质差 也将反映相关单位赶快改善 一定要用一些鹅卵石 或是其他的要垫在路基的下面 再来铺柏油 因为我们西湾路三段重机重车经常来往 所以我们必须这一次完了以后 一定要做好 让我们的车辆过去以后 我们的道路再不会再重新归裂 目前已经先用简单的三角锥 以免再有人骑车摔伤 另外要求市府重铺之外 必须先改善路基 以免再有类似情况发生 这条慧玲细致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